现在的豪华杂牌军真的是非你莫属啊 网友留言问我 小胡子 年后换车 我经常开高速跑业务 宝马X3和奥迪Q5 我该如何选择 谢谢 其实40多万买这俩车 小胡子认为不是首选啊 买这俩车也就是买个车标而已 并且这俩车我认为也没什么面子 现在的奔车宝马奥迪 地边也就是仰仗的品牌在卖车 因为现在通工减料很厉害 减配也厉害 你跑业务经常开高速 我建议40多万不如买个凯迪拉克XT6 万关霸气气场十足 跑高速特别稳 而且六个车型里面更舒适空间更大一些 开过来都知道 这样长时间开车你会轻松一些 虽然极加速不如宝马和奥迪 但是它彰显就是稳重 知道吗 但是也是绝对公用的 搭载通用代号LSY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350的扭矩 237的马力 有48的轻毁系统的加持 匹配通用的9AT变速箱 发动机变速箱升级混带了 质量也好了很多 看起来质感也好了很多 底盘匹配的加强的前迈弗讯 后面是多连感的车架 扎实感支撑线是特别好的 高速表现特别稳 隔音静音开灶风罩 控制的也都很不错 开过来都知道 并且车人安全强度 本机那块也做得非常好 每系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人说不保值 但是你买的时候也便宜啊 这不就凸显了 性价比高了吗 但是有人说 哎呀 它的487混能不能用住 其实487混 包括是宝马奥迪奔驰啊 沃尔沃还有这个通用旗下车型 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 通用旗下487混 做的还是质量比较不错的啊 很不错的你知道吗 性能比较 而且它安装在发动机外面 其实以后出了毛病 过了质保 它微有费用 也比什么 奔着把毛鸡它们要便宜些 知道吗 但是你要说多便宜也没多便宜啊 460000000其实也不便宜 但是豪华品牌 两万三万都是它呀 知道吗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轻易会坏掉的 是吗 有时候保不齐 它也是真出毛病 厂家安装它就是 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排风标准 才安装48分轻快 如果你非常在意品牌 这几款车的 我还建议选宝马X3 要比奥迪的品牌更好 如果你要个舒适 跑高速更得劲的 那同价位四十多万 就凯迪拉克XT6 这个车是真优秀 真不错的 你可以试一试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小伙伴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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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